就第一 一二键呢 它可以同时按 下去呢 它是中英文切换 中英文切换 那么就是 这种中英文切换 一二键同时按 如果不小心客户触碰到了 比如说变成了中文的话 你可以告诉他一二键同时按 那么这款机器的话 整体的 整体的这个有一个叫 累计贯装 数字 累计贯装数字 就是四五键同时按 这个的话呢 也是在英文里面也是可以呈现的 按清洗键退出 比如说我们切换到英文键 四五键同时按 它就可以切换到累计贯装 贯装次数 这个的话可以作为一个保修的 贯装次数 保修的一个 凭证 这是系统自带的 是客户是不能不能进行更改的 好 按清洗键 都好 看清洗键 从来 身份 看清洗键 我 看清洗键 说 好 我 一下 我 你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